各位大家好 你现在在画面看到的就是左边 是我用Word写的平板电脑记忆体的说明 右边是我平板电脑的画面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就是要利用这一个 档案管理员这一个APP 你按这个链接 就可以从Google Play下载这一个 而用这个软体可以看到 RAM跟RAM 那我现在买了这个手机 他的RAM是1G 他的RAM是8G 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 怎么看 请各位打开 Android助手 那Android助手就告诉你说我的RAM是1G 我的RAM是4.77 我的SD卡0是4.77 那因为RAM是包括这个RAM跟SD卡0 是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是8G 那现在跟各位说明RAM在做什么 RAM就是正在运行的程式 这边看就可以看得到了 你按这个地方 看到就是他现在正在运行的程式 在运行程式里面我们可以用 系统资讯Pro 就是我这边写的Quick System Info Pro 用这个可以看到APP运行空间的东西 我们把它打开 那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进程 就是他现在执行的程式 正在执行的程式 那在RAM里面我们安装的软体 它会放在这里 安装的软体 我们也可以用Quick System Info Pro 来看就是在这里 它总共有112个程式APP 系统装了95 我个人装了17 我装了哪些也可以在这边按两下来看 这就是我装的 各位也很熟悉 这个就是各位看到他安装的程式 就装在这边 APP安装进来的在这里 那任入工作区 我们可以用设定里面的 应用程式的执行中来看 好那怎么看呢 我现在进入设定 设定就在画面里面 各位可以按这个就是设定 每个电脑都有 你把它按一下 它进入设定 设定里面一个应用程式 应用程式里面有一个执行中 好这个就是任入工作区 你的应用程式 你自己安装的程式 现在有哪些在跑 就执行中的 然后再来资料 什么是资料 比如说你叫了一个图形来看 你把它收起来 其实它资料还是有交出 比如说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我看这边有没有交到图形 这边里面如果有属于 图片的就是资料 其实有很多都是资料 比如说你去看一张图片 看完以后它会收在这 你想看的之后 你再点一下它就出来了 这资料 那这资料 那这资料呢 一般有很多的资料 你可以用Android的助手 缓存清理 这个就是要清理资料 我清理一次给各位看 现在这边是我的平板跟手机 好我让这一个 这个里面 等一下把它回来一下 在这里面它有一个叫缓存清理 在这里 因为你要去清理一下 不然你叫了很多的资料 它都存放在平板里面 你没有把它清理它会占很大的空间 那我们可以用缓存清理 清理掉你一些你没有在用的 现在它在清理中 那接下来就是快取 那快取它叫Catch 它速度很快 它正在执行 我就把它停下来 停下来先回去它就会停下来 那我要跟各位讲快取 快取可以用这一个来看 回到我正桌面的时候 各位看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它的 这两个都是它的小部件 这是小工具 那你看到这一个我把它打开 我现在正打开这个SD APP Manager 我把它用手打开好了 现在它已经打开了 打开了各位仔细看 这个就是它内部空间 这边指的就是这个ROM4.77 把它加起来到4.77 那第二个它所指的就是SD卡0 就是这一块 第三个指的就是SD卡1 SD卡1 就这里 你自己去买来装的 比如说买了16G 这样各位都可以看得到了 那快取在哪里呢 快取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 我先把这个关掉好了回去 刚才这里也有快取大小 这个就是快取 再打开一次 再打开一次 这个就是快取 那目前这个系统打开的快取 一个是9.2M 一个320K 也就是9.2M 你可以把快取清理 可以把它清理掉 从这个选项 更新 你可以把它清掉的 我可以清掉快取 好我暂时不做了 各位自己再去做 它清理以后它这个会减小 9.2G会减小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SD卡0它放的是什么 SD卡0放的我们可以从这里进来 从这里进来 好这速度比较慢 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另外一个 档案管理员 这个设备就是指这个 这个SD卡 指的就是SD卡1 那这个设备指的就是SD卡0 这个设备指的就是SD卡0 SD卡0 这SD卡1 那下面是我有装 OTG 我刚才有插OTG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我的OTG 我的OTG是32G 好 其实不止这个可以看 另外那一个也可以看 我现在看看SD卡0 SD卡0在这里 它装的是什么 你把它按两下 这个就是SD卡0 这个就是SD卡0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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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用这个 你也可以用这个来看 你也可以用这个来看 我刚才按得太快了 我刚才按得太快了 这个 在这上面 藏起来 好 那这个就是SD卡0 这个就是SD卡1 好 这个就是OTG OTG 有32G 这个是6G 这个8 这个4G 好 那SD卡0 各位看到SD卡0 它什么东西 你把它按两下 它我会告诉你 跟刚才我们看那个是一样的 那我现在看SD卡1 先回到上一页 按这里就是SD卡1 按这里就是SD卡1 就我买了那个 那个SD卡 你各位自己都知道 因为你买来做什么 你自己要做什么 各位都自己知道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Storage 跟目录 那再回去一页好了 再回去 回去 好 这个 这个就是OTG 那OTG装什么 你自己也很清楚 好 那以上就是我跟各位说明的 平板电脑记忆体的说明 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它的RAM 看它的ROM 看它的外接 SD 看它的ST OTG 也可以看它的网路跟云端 这个 这个软体 它有让我们装云端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它这里有让我们装云端空间 那至于FTP 你也可以用这个 网路方理来看 好 所以这一块 其实就是这一块 好 以上就是我跟各位所做的说明 平板电脑记忆体